稍微消息來看到 臺北市北投區日前有一名竊賊 趁著公寓大門沒關 就直接私闖民宅下手行竊 被屋主發現之後 竟然還變稱說沒事 隨即短頭就走 這警方獲報鎖定身份 才發現他是一名冠竊 立刻通知對方 道案說明 下午四點多 一名灰衣男子悠悠哉哉 走在巷弄 看起來沒有異狀 但在十分鐘前 他才散闖民宅被屋主發現 待個正早 我醒來突然發現有小偷在自己家了 家門 闖空門進去 原來灰衣男子趁著大門沒關 直接跑進民宅 東看看西看看 發現有什麼值錢的物品 就收進口袋 拿了就走 動作十分熟練 讓住戶們擔心下一個受害者 就是自己 就是那些年紀比較小 就是都沒有在關門 聽見社區裡有竊賊出沒 附近鄰居議論紛紛 並在大門上方貼出公告 請大家要隨手關門 提防小偷 這起事件發生在十月四號 臺北市北投區 一名有切刀和毒品前科的 往性男子 平時靠打零工為生 當天趁機闖入公寓下手刑切 屋主聽見聲響大喊你是誰 竟然還回嗆說沒事 並拿走小飾品 警方鎖定身份才發現 他是名灌切 翻案地點橫行雙北地區 不過偷切案件還不止這一樁 看見目標出現 原警立刻將人上銬 證明高興男子日前在台北市中正區 隨機破壞機車 端端午天犯下兩起竊案 警方連日追查鎖定身份 成功將人逮捕 並在他的身上查獲 安非他命 由於短時間內連續接獲 相同犯案手法 警方不敢大意 立即組成調查小組 雙北地區竊案平傳 警方強調將會針對轄區治安 不讓蕭曉繼續橫行 記者網路終於檢證 蘇台報導 既然中強 Gonna 政壇 網路終於出現 信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